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继续强劲 上海方面是上涨了0.93% 曾经两次触及3370高位 深圳方面也同时也是上涨 目前均创下了过去一年多以来的最高价 同时香港恒生指数创出过2015年5月 就是中国这个股灾以来的最高价 再次达到了两万八千点的高度 那么欧洲方面呢 昨天轻微下跌 英法德平均下跌幅度大约在0.4%左右 美国指数呢 几乎是原地不变 三大指数里有两个下跌 两个上涨 一个呢 下跌 但是整体幅度都在0.1%左右 那么除了股市方面 黄金昨天是一飞冲天 直接冲破1300之后呢 是达到了1320的高度 另外油价则下跌了2.7% 重新回到了46美元附近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早就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中国A股啊 是终于等来了 是等待千年之后 铁树开花 上周我们知道的中国A股呢 是一举冲破了3300点大关 那我之前跟大家呢 是连续推荐的A50 相信各位呢 也是必定是收获非钱 现在大家心里想的一个问题一定就是呢 这个指数包括了中国A50股市呢 还是否会继续上涨 我们知道从上周五开始呢 这个中国股市是犹如神助啊 一举冲破呢 我们反复提到的3300大关 那么在本周一 就是昨天A股市再一次发力 两次冲击3370 但是非常遗憾 没有冲上 收盘是收在了3370之下的3362 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技术上要跟大家提个醒的是呢 在周一的时候呢 中国股市昨天是跳空高开 也就是说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个缺口从技术上来说 日后必将补上 所以说有可能未来中国股市呢 会向3300附近 稍微回调之后再去向上 当然这仅仅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 并不代表未来一定会怎么走 所以说中国股市未来会如何 那首先我要声明一下的是我本人在今年对于中国的判断 股市上呢 判断对了 但是在人民币上呢 判断错了 连续三次的损失 让我目前对人民币是胆战心惊啊 决定未来四个月呢 都不去喷 好 咱们再回到股市中来 我们知道呢 或者说我本人觉得 中国股市在未来两年会有一波牛市 但是现在这个牛市呢 必定会是在今年十月份啊 或者是十月初或者十月底举行的大会结束之后啊 才会发生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影子或者说导火线的话 那我觉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加上明年五月份将会啊 把中国部分企业纳入国际指数基金 这两个呢 都是非常有潜力的潜在可能啊 所以说 各位目前持有了A50的朋友们来说呢 我们的好日子还远远没有结束啊 那我非常希望呢 我对于这个股市判断能够继续保持啊 A50在未来一两年也能继续上涨啊 所以我就不得不要说一声呢 是阿弥陀佛啊 上帝保佑啊 咱们这个是说一句笑话 言归正传啊 如果从今年初算到现在 毫无疑问的是呢 从在股指上来说啊 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是最大的赢家啊 A50和道琼斯指数呢 可以说是这个排名并列第二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看 在未来在指数上的投资该如何分配啊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今天啊 利用这个时间稍微做一下讨论 假如你有十万块钱的话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也就是对于未来中长期一至两年的考虑 我依然认为呢 中国的A50和香港的恒生指数 值得我们投入50%的配合 或者说配资 那么十万中剩下的那一两万 可以考虑呢 等待澳洲指数重新爬上 5800点以上 进第一部分 等上了6000点之后 进入第二部分 看涨 那至于剩下的10%到20% 这原本是应该投在欧美股市上 但是由于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美国的股市连续上不去 两万两千点 这就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以后它会出现一波回调 所以这一万到两万呢 我们必须拿在手上做等待 如果美国股市有回调 那么再考虑进场 或者说欧洲德国或英国方面 有好的消息出台 我们也可以考虑配套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好 50%到60 考虑在A50和恒生 10%到20 考虑在澳洲的指数上 剩下的咱们就当作 倍永资金 先做普电 那么这个是以上 咱们说的话题 今天呢 要说一下的是一个货币上的产品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英镑兑美元 我们知道英镑兑美元 从今年8月初开始 一轮下跌 一直到现在 刚好跌了一个月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 它正式是爬上了 这个四小时的关键线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中期级别的趋势分界线 从现在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价格能够保持 再保持两三个小时 那么英镑兑美元 将正式形成一波 中期的向上走势 所以说 关心外汇的朋友们呢 今天或者说本周 可以重点关注的产品 就是英镑兑美元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12点钟 美国会发布 他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重大的消息 所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